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又来做豆腐了 今天我分享一个简单单的红烧豆腐 又在冰箱里收拾一下 就收拾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有几只干冬菇 我们先用水浸去 大婴、大婴、西婴 都没什么所谓 它有味 接下来 看看这次的原材料 首先我们浸了冬菇 已经浸好了 然后我们有两条腊肠 小小的 接下来我们有两块板豆腐 有什么共事白合它 然后有些蒜 干葱、姜、红椒、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都是搭式的 红萝卜也是的 红萝卜也是的 红萝卜不用怕 不辣的 当然有棵葱 必须的 味道是这样 味道是这样 有的香很多 买不到板豆腐的 因为我现在买了 那在超市场 买一些 盒装的硬身一点 豆腐就可以了 太软了 就不适合的 因为突然又要煎 我没有放虾米 你可以放一点虾米 如果你不喜欢下腊肠 你可以 放瘦肉也可以 不腌咸了 瘦肉 首先我们 先搅拌一下 干葱 最简单的方法 压热 然后红萝卜 切片 切片就可以了 下来搭式 二来它有甜味 它会釋放到甜味 然后 少了红椒 下来搭式 不辣的 大条红椒 不辣 少少就可以了 再去切丝 切丝 切丝的时候 最重要是在肉 下来搭 蒜头 压烂就可以了 也不用拍 压就可以了 然后有些姜 切到小小块 就可以了 3-4cm 的葱段 葱头 我们先放在那边 然后后面 切葱花 腊腸通常很硬的 我们先用滚水 滚一滚 顺便洗一洗 然后再切片 这样会更容易 时间 轻轻烧一烧 也可以 更好 冬菇浸完 你可以 你喜欢切什么都可以 切丝都可以 不过我喜欢切到 一角一角 起码有些食物 豆腐 我们尽量切大快一点 大快一点 好吃一点 你喜欢切粒也可以 但是我喜欢大快一点 因为很煎 我等会要煎 然后我们在豆腐上 放粟粉 两边都要放 等煎的时候 会更容易上色 我煎的 我就不会炸的 接着 我们将豆腐放在一边 然后拿一只锅 冲火起锅 烧热一只锅 然后我们放少许油 然后 不要够烧热一些油 然后 烧热一些油 我们可以准备煎豆腐了 那些油 开始有点烟 你看到 有点烟 少少烟 我们把豆腐拖一拖 很危险的动作 你用筷子夹住它 顺滑的 你就放下去 不顺滑的 等一会 顺滑的 它不会黏锅 不顺滑就会黏锅 硬放下去 就全部都黏了 这个时候 我们慢慢 逐一块豆腐 放下去 慢慢放 锅的温度 可以保持到 它就不会黏了 我们慢慢煎 煎到两边 有色就可以了 麻烦 等一下有可能有广告 你可以一边 帮狗猫猫 一边看广告 煎到豆腐有色 有色就可以了 很英俊 少少焦焦的 表面 但其实不脆 我们先放在一边 锅就不需要洗 然后呢 也不需要放油 把火烧慢 轻轻炒 炒到腊肠 逼腊肠的油出来 油出来就很棒 如果你发现没有油 你可以放少量油 去帮一下 然后我们把姜 放下去 慢慢爆 姜是早上放的 因为需要一点时间 轻轻爆一爆 给耐性 不要紧 这个步骤 炒得香些 等一下就会更好 葱头 干葱 蒜头 都飞下去了 接着这个时候 进入酸慢火 我们把火烧开到中火 爆至微微 香味出來的时候 而蠟肠已经开始 嚼着 挑出 的时候 我们下了 这时候 放些 мед筍 跟着呢 你发觉 细色不对 你可以轻一点 燃烤 因为蠟肠会焦 蠟肠会有糖分 所以会焦 在这个时候 放些冬菇 来差不多了 冬菇水 当然也放下去 是蒸熊的 然後我們開中火,加點水 然後開大火,我們把它滾起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事情,就是下味 一湯匙的蠔油 然後一湯匙的柱厚醬 如果真的沒有柱厚醬,就不要放 你可以用生抽代替,如果沒有柱厚醬 用生抽來調味 基本上蠔油已經可以了 慢慢火,炆冬菇炆到出味 冬菇就要有蠔油 炆到出味後,炆到柱厚醬 把豆腐放進去炆就可以了 主要味道在蠔油的柱厚醬 沒有醬油醬,就放生抽 如果只放蠔油,覺得味道不夠 你可以放生抽 把豆腐放進去,炆一炆 基本上就可以吃了 但是,要蓋上去炆,快點 我們可以放少許芫荽 如果不吃,就不要放 兩分鐘就完成 少許芫荽會比較香 然後,兩分鐘炆完後 我們打蠔去 看到醬汁可以黏在豆腐上 味道會更好 打蠔後,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燒熱鍋 沒有鍋可以用碟 如果不夠香 加點麻油,就更香 放蠔後 我們有蔥花還沒放過 蔥花,紅椒 看看顏色更好 麻煩還沒訂閱 請訂閱,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煲,可以煮回來吃 真棒 豆腐已經吸收了 冬菇的味道 醬汁黏在上面更棒 送飯一流 多吃幾碗飯 希望大家增肥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